大家好,我是Amy 上兩集做完紅豆糕和虎帕合圖之後 我們今天會做這個很簡單的杏仁亞片 材料有這些 首先我們要先準備兩隻蛋白 再加一點糖和鹽 鹽的作用可以平衡甜味 打到它起泡後,我們就可以把低筋麵粉塞進去 粉過篩後,就可以防止它有粉粒 略略把它拌勻後,我們就可以加牛油溶液 我記得有個朋友很搞笑的 他跟我說在超級市場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哪裡有牛油溶液 大家只需要用自己的方法再用牛油就OK了 拌勻後,我們就可以把杏仁片加進去 杏仁片在烘焙店就可以買得到 拌勻後,我們就可以直接鋪上牛油紙上 因為冬天的緣故,那些牛油溶液比較快 所以有點難推,就要給點耐性 盡量推薄一點,因為越薄,效果就會越好 這塊餅做出來的口感也會比較脆 完成後,我們就可以放在熱了150度的焗爐 烤15-17分鐘 因為這隻餅底部比較容易焦 所以記得要放上層,表面就可以焦到金黃 而底部也不會太焦 那麼快,杏仁亞片就完成了 其實這個餅真的很簡單,不用技巧 你只要拌勻後,再鋪平就完成了 另外,我還做了一個加加加大飯 成塊蝦片那麼大塊 它真的很脆,而且很香牛油味 我想應該有些朋友會問 不用牛油,用植物油可以嗎? 其實是做到的,但會沒有牛油的香味 但如果你是素食的朋友,就可以轉用植物油 一連三集的賀年食店來到這裡 好,下集主題就是情人節 我們會做這個雙色的Chocolate Moose Cake 如果你不想錯過了下集的食譜 就記得按訂閱的按鈕 還要按旁邊的鈴 你就會收到出片的通知 有什麼想要做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又或者可以inbox我Facebook、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祝大家新年快樂,拜拜!